政治焦点要来关心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在日前被台北市长柯文哲批评说 在立法院执询陈时中的时候 就像是蚊子叮牛角完全叮不动 那么今天黄珊珊也附和蒋万安无法制衡执政党 为台北市发生的机会也不多市民很陌生 对此呢蒋万安则回击说 北市府跟中央在很多的政策上也像是狗废火车 黄珊珊一早到东门市场扫街出现神秘嘉宾 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突然现身 帮黄珊珊加油打气 陈佩琪变身最佳助选员 摊商也送上了蒜根菜头 预祝黄珊珊高票当选人气真的很旺 而柯文哲也帮忙添柴火批评对手蒋万安 在立法院执询陈时中两年 却像文子丁牛角定不动战力很弱 黄珊珊顺势剪斗枪再补刀 其实在立法院问证 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办法制衡当现在的执政党 为台北市发生的机会好像也不多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也对他的问证内容蛮陌生的 这是牛角的问题 而且其实台北政府跟中央常常在很多政策上面 也是狗废火车 也出现了民党政府的阿玛 内院质询表现被拿来狂酸 讲万安可不服气强硬回袭 但团队内却传出横向联系不佳 呈现多头马车 疑似因此措施不少辩护机会 外界分化的言论不曾少过 其实我们不会被见风插针 美领导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则预言 台北市一定会发生气暴 选清最后还是会变成蓝绿对决 比赛才刚开始 所以现在就在每天谈气暴 真的就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讨论了吗 毕竟第四组参选人不会缺席 黄珊珊立抗蓝绿 还有柯P当考生 只有黄明秀人身体不懂 黄珊立抗蓝绿 黄珊立抗蓝绿 关于帅